哈囉大家好我是月子 那前陣子有提到就是我都自己打豆漿 那這次就要來分享我自己打豆漿的方法 那這次就是要來分享我自己怎麼打豆漿的 那我的黃豆都是大部分在傳統市場裡面的雜貨店買的 那就是你要特別跟老闆說是要推出炸的黃豆 那老闆現在就會打給你這種 我用這個瓶子妝 因為我現在習慣都用沒有密封的瓶子妝 然後這就是非雞嘎黃豆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發現非雞嘎黃豆比一般雞嘎的稍微飽滿一些 那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酸的黃豆 那就是 然後我們要泡煮豆漿的話一定要泡黃豆 那就是我已經泡了 大概八個小時八到九個小時的黃豆 對 然後你泡泡的時候會有一點白泡沫 所以就是正常的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泡的水倒掉 那可以看到那個 我來拿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生的黃豆 然後這個是泡過水的黃豆 大概泡八個小時有沒有差很多 所以就是 煮豆子最好都要先泡 對 這樣子會好煮很多 那我們就準備了一個豆漿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把水給 那裡面通常還會有一點 那就是 再稍微的把它沖洗一下 先放一 那就是稍微的再用清水把它稍微洗一下 好 好 好 我們來倒一看 這就是我們就是要把豆子給打成 用水去打成熟 那就把洗淨的黃豆給倒進來 然後 然後添加大約 三到三倍左右的水 那我一開始是用這個米杯量 這個 就是大家洗米會用的米杯 然後我是裝到那個六這邊 所以你就去大概抓一下 那我自己是 大概抓六 我裝丟到米杯的生黃豆 然後 泡過水洗淨的黃豆 是這樣子的量 那這是我每次抓 我自己覺得大概差不多打好的量 那接著我通常會再加這個 大概 三杯多一點點的水 對 水了 那我通常不會一次就三杯多一點的水 全部加進來 我通常會先加 我會保留一點點 那為什麼要保留 那你們就知道 然後 然後就把水也倒進來 然後我們再去拿一杯蓋子 然後 然後我們再把它給 拿去 調一瓶裡面打 那我是用那個VitaMix 然後 我這個 如果有省一片完 這是我之前買的開箱 我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那一片 那我們就是開始打 會有一點炒 所以 那我通常就是由低速開始往高速這樣子 就是慢慢轉 然後高速大概打 啊 我不知道我會大概抓15秒 15到20秒左右吧 然後就是 大概覺得差不多打完了 外面在打雷 嗯 有點可怕現在 然後 之後再 轉到高速之後 再慢慢的慢慢的轉回低速 然後低速大概會轉個 5到10秒 讓它慢慢有一點消泡這樣子 那這樣子 我們就來進行下一步 好 那就是我們這個是打好的豆漿糊 那接著 我現在要來介紹兩樣比較特別的東西 就是 我煮豆漿會用到 所以這個先放在那邊 那第一個 就是這個 呃 這個叫 很多人打豆漿會去買豆漿袋 那就是 你在那種 呃 那叫什麼店啊 就是什麼生活百貨或是什麼 可能都買得到 那我後來發現豆漿袋 對我來說太大了 對那我也是上網看到有人 建議使用這個 那我覺得很好用 就是 紅茶袋 它是叫 紅茶袋 對它叫紅茶袋 然後就是因為它的大小比較剛好 大概是 你看 這樣子 而已 那大概是那個 豆漿袋的大概 一半而已吧 我覺得 那我覺得它的大小剛好 然後一樣有這個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 那個 壓力鍋 它是壓力鍋 它是壓力鍋 可是比較小一點的壓力鍋 這邊有點髒 我一直洗不掉 不要介意 然後 然後 這個是我在 草寶上面買的 因為台灣的壓力鍋 我覺得對我來說 有點太大 通常都是那種 呃 三公升五公升起掉 那我自己覺得 我一個人煮 一個人分 一到兩個人分 通常用不到這麼多 所以我就覺得 這樣子大小的壓力鍋 剛好 而且 就我記得 是 我忘記幾公升了耶 我再回去找一下 然後放網址 在下面給你們 對 然後就是這樣子 那就是 為什麼要用壓力鍋煮呢 因為我真的覺得 就是我之前都是用那種 就是一般的鍋子這樣煮 可是我覺得煮出來的味道真的 兩個煮出來的味道不太一樣 所以我後來 就一直都用壓力鍋煮 對 那接著呢 我們就是要 我幹嘛拿開 嘿 分摸一下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 剛剛說的紅茶袋 給 淘進來 可以勾住這邊 對 我覺得單手的壓力鍋 比較好用 好 那 接著 我再把這個 剛剛打好的豆漿糊 拿開 然後倒進來 然後 你可以看到 就是 你看它這個杯子裡面 還有蠻多 那個泡沫 跟一些 沒有打掉的 那就是剛剛為什麼 我沒有一次全它全部的水 因為剩下的那個 一兩天的水 我就會拿來 在旁邊 我就會拿來 加到這邊 然後用 再把它蓋上蓋子 然後用稍微搖晃的方式 這樣子去清杯子 那我覺得這樣子 不浪費 而且 就是你到時候不會洗 也不會覺得 呃 不好洗這樣 其實也不會不好洗啦 就是覺得不要浪費而已 然後 就再把這個倒進來 看剛剛說 差很多吧 好 那接著呢 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 我通常都會留 所謂大家有些人 會把豆渣先立出來 再立出來煮 可是 我 我有兩種都試過 我覺得 一起煮是比較香 然後比較濃 好喝的 對 那就這樣子 好 就先放在裡面 就留著它沒關係 進去 那接著我們 再蓋上壓力鍋 的蓋子 好 然後就 拿去煮 拿到瓦斯爐煮 我家的爐子 都沒有換過 有傳統的瓦斯爐 然後 煮 用阿力鍋煮一開始 大部分人會用大火 應該是你煮其他東西 可以用大火 但是 煮豆漿我建議你 千萬不要用太大的火 因為太大的火 就會像我之前一樣噴出來 所以 我通常這樣對我來說 就覺得有點太大 所以我通常會再轉小一點 那 一開始 先轉到這樣子 差不多 那我們大概等個五分鐘 就 它就會發生一點事情 就發生一點事情 它就會叫 對 所以就等一下 就用這樣的火 大概煮個 五分鐘左右 阿對 那記得那個 壓力鍋上面那個 酸子 叫酸子嗎 就壓力 壓力法 要記得放 對 好 這樣看 好 那就是大概過五分鐘 它就會發出這種聲音 就是慢慢的會有這種 就是壓力 有壓力慢慢的 噴上來的聲音 那到這個時候呢 就是你建議你一定要在爐邊 因為之前我曾經發生災難 就是它會整個噴出來 那不一定每次會 所以我通常就是 會待在旁邊看 然後等到它這個聲音 越來越大的時候呢 就是把那個火 調小 看它聲音越來越大了 它開始轉了 調小 我現在的火調非常小 那它的聲音明顯都這樣下來 那我們 再用這樣子的火 就是慢慢讓它小聲 還是可以聽得到 嘶嘶那個聲音 那我們再讓它繼續煮大概 十五到二十分鐘左右 對 那我會看狀況啊 就是它如果我會快要噴出來 我就會把它關掉 但是大部分都會 就是啊 你看它快要噴了 就是火再調少一點 那就是讓它這樣煮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好 那我現在大概已經煮了大概十五分鐘左右了 然後我已經有聞到就是淡淡的那個豆漿的香氣 那我覺得就是把它關火 然後移到外面放涼這樣 那這就是已經就是煮好的豆漿 那我會說放在外面拿去放涼 是因為用壓力過 記得一定要等那個 等它 讓它卸壓完全 就是這個壓力法 你它已經沒有壓力了 才可以就是拿起來 你也可以就是稍微這樣卸 可是 因為豆漿最好也是 要讓它煮一下會更濃更好的 我自己覺得 所以 就是 我會等它大概放二十分鐘 至少二十分鐘 但是大部分我都會放大概到三十分鐘 然後等它 可以這樣拿起來了 已經沒有壓力了 我們就把它 拿起來 打開 那 這就是 我們煮好的 豆漿 對 那個袋子 那我一次煮的量大概都這樣 看起來很少 或者要擠出來 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們接著就準備 呃 我通常會準備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盆子 然後 搭配一個 你可以說這個 什麼 冬冬沙 還是這個 對 這個 我喜歡用這個 然後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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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你如果有其他可以適合壓的東西 可以 那我習慣 我之前 在那個日本的那個 就那種小店買的這種 好像是壓馬鈴薯泥那種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 對 然後 調一下 好 那接著就是 把那個 豆漿的 拿出來 就抓著那個線 然後 通常它會一直漏 拉 先移到這邊 就像這樣 它會通常還在漏 然後我通常就會用這個去接 好 慢慢的 越漏 越多 在這裡 然後通常我會 先拿在這邊上面 然後用這個 去壓 就是 一開始你可以 不用用手 因為這時候它其實還蠻燙的 我不知道你們 這樣鏡頭看不看得到 不過它其實有一點冒煙 對不對 那如果你手很耐燙 當然也是可以用手 不過 這一開始 我通常都會先 用壓的方式 就大概把它壓到差不多 全部都出來 那 先我 把大部分那壓 好 我壓得像這樣就差不多了 然後垃圾的車也快要來 後面是垃圾的車的聲音 好 可以忽略它 希望可以忽略它 好 就是這樣壓得差不多之後呢 看來它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就移到旁邊來 然後我喜歡 換用這個 因為 這個我覺得有時候比較 會 應該說位置比較不會讓我噴出來 然後就大概 這樣子旋轉 就是 我是喜歡用旋轉的方式 然後就慢慢這樣 然後它就會慢慢的 跑出來 這其實跟做那個堅果奶是一樣的 只是豆漿 因為 它不像堅果那樣子 可以就是直接 生吃 所以就 我建議 不是建議 一定要煮 一定要煮過 因為 我忘記裡面有什麼毒素還是什麼的 就是要煮過之後 而且要煮夠久它會 出來 那我就慢慢這樣子 把剩下的體 好燙 我猜你們不想看我這樣夾 所以我就先 剪到這 那現在像我這樣子 就是擠得差不多乾了 對 喔對 我之前曾經把這個扭到扭斷 所以建議 這個還是會破的 所以建議不要 扭得太大 或是 到後面大概就是用抓的 這樣子 把它抓出來就好了 那我覺得這樣已經其實差不多了 對 差不多了 那這個就是 裡面的就是豆沾 等一下我們來看 好 那這裡 就是 好 我們把它倒過來 那 這裡就是 完成的豆漿了 那就是 我不習慣喝 我習慣喝無糖的啦 所以如果你習慣喝有糖的可以 趁這時候還蠻 有一點熱的加下去 攪拌就好 對 好 那這個 旁邊這個就是 剩的豆渣 那 我不知道 大部分的人有沒有 先前看過我 其實有分享過幾個 豆渣的食譜 那我用的豆渣 就是用的 用打豆漿 自己打豆漿 剩的一些豆渣 就 這樣 就大概是這樣子 有點像 它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 就是豆渣 那其實這些豆渣不要丟掉 它們其實很營養 那都可以用在我分享的一些 豆渣的食譜裡 那如果你 你沒有看過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方的那個 描述框 那記得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對 那如果建議你沒有 還沒有太長時間 還沒有馬上要用的話 就是 可以 可以 放冷凍 對 好 那 就是 我等一下要裝豆漿 那我去拿瓶子 來裝豆漿 那 這個車越來越近 不要管它 就是這個是 呃 我習慣裝豆漿的瓶 就是之前買一些飲料 它沒有玻璃瓶 我就會留下來 好 這樣 裝進來 來 上面這個是矽膠的那個 耐熱的 啊 不小心裝太滿了 啊 咻 很好 我又忘記我會煮這個不太多 Anyway 就是 露出來等一下擦乾淨好 那就是 那它還有一點泡沫好 那就是我通常會裝一瓶 那多的我會另外裝在杯子裡 大概隔天早上就會喝掉 好 掰 我沒有預期放一下 就 那就 這樣子 就是我煮豆漿的方式 那如果你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 下方留言告訴我 問我 我當 基本上我 有空都會回答的 那有時候沒有馬上回答 可能是沒有馬上看到 對 好 那就這樣囉 就是我打豆漿的方式 那如果你有其他 就是 就是你自己打豆漿的方式 然後覺得煮得很好喝 那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那 就先這樣囉 Cheers 掰掰